无论世间法或初世间法都离不开俗地 所谓地就是真实的意义和道理 佛法可以分为俗地、真地和中道第一异地 其中中地是佛法的最高境界 所谓地就是真实的意义和道理 世界上也有很多的道理 比如在家庭有伦理道德 所谓父慈子孝胸有敌功 像最近我去越南 越南人家现在政府鼓励佛教 他就是说 佛教也就是鼓励你 就是家庭要够好啊 我们讲以前中国的这种理论 父慈子孝胸有敌功 夫妻恩爱 还有和睦 还有敦亲慕邻 他们用这个方法 让它变成小小的一些佛洞 你有需要跟他报备就可以了 像这几年 一个姻缘 越南有个碧秋尼 叫静如法师 他很用心 才咱们的 越南的胡志明大学 汉语系毕业以后 来台湾参学 到了台北的佛陀教育基金会 简峰门基士那边 当时说要来找挂单 当时师傅一听 毕业去问你出国 一定你的师长 要帮你打点一下 去哪里 医治安单 哪里有自己来的 后来一问 他福报很大 我们本来准备帮他 找个地方 就有姬氏 帮他租了一个 四千五百块的 小房子 学生用的 义氏大家共用 一个小房间 但是发现他很精进 很用功 一下子 佛光大学的 我们的这个 佛学院所的 硕士就拿了 今年应该是 还在那个 埔里的 济南大学 就是在这个宗教的 行政管理系 今年应该要写博士论论 如果顺利的话 应该会毕业 不认世间法 或出世间法 都离不开俗地 所谓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这就是俗地 无论国家 社会 家庭 都离不开 为人处事的道理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 都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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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都离不开